早前周陽青宣佈與小豬已經分手 還大爆小豬的淫亂絲生活 而七年前與小豬合作過西遊航摩編的周秀蘭 都避傳與小豬曾經有個不正當男女關係 我也覺得有點惡然 因為當時我們是一個電影的合作 基本上我們開工也沒有對手 在電影宣傳時對得比較多 活動上拍的照片 基本上除此之外 我們之後也沒有聯絡過 所以看到這個新聞也覺得很搞笑 不過報導說周秀蘭雖然與小豬沒有對手 但他們私底下就做了好朋友 因為之後也沒有聯絡過 再加上這個時候也是等他們自己去解決 這些事情也沒有辦法 由旁人關心甚麼就可以解決那件事 我想也是等他們自己平靜走